好 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雙人 我是主持雪凌 鏡花先生 野人者 那麼 臨走前吧 錄影小說 我終於補飛了 如果大家聽到這段錄音 鏡花應該已經不在香港了 再見啦 各位 離開了球體實驗室嘛 不是嗎 橫田鏡花 死了那個話小說 是否應該說回我們今天究竟說什麼呢 輕小說系列第三彈 名字就是 The security system that's you the security system that's you the security system that's you smartly by is to pin security and string 如果我真的這樣說的話 你不要說讀者聽眾 我都不會看 作者 葉山頭 很聰明 將這麼大件的英文字 這麼簡化成 我們今天的題目 9s 不是聰明 是喜歡 補充一點就是 他是故意砌9s出來的 當時訪問說 他只是找他的英文老師 找9s的英文字出來砌出來 總之就是9s 葉山頭就兩個人 其實不是一個人 這個其實是一個秘密來的 當時出到讀者都不知道的 日本版的時候 這個其實是很特別的 首先講一講 葉山頭是一句 是一個一男一女的創作組合來的 據我記得 葉山是男 後是女 他們兩個各自抽他的姓和名字出來 我都不記得 總之就是兩個 一男一女 好像葉山是女 好像是 葉山是女 後是男 隨便吧 總之一男一女 他最特別的是 他是來台灣的簽名會 那一刻才爆出來的 所以真是很特別的 日本那些人都是不知道的 因為第一次出自己的名字好像是台灣 共同創作的東西很少 很少可 輕小說很少一男一女去創作 不要說一男一女 組合來說 創作一本輕小說出來 其實都沒事 你每個人的北風 或者是他們對劇情的走向 其實都會有希望自己想表達的東西 還有如果你說寫短篇都可以 你說如果寫長篇故事 你怎知道會想這樣寫 但是另一個人不同意的時候 會不會有很多爭拗 或者通常會類似 神曲奏界的那個類似 就是共同同一個世界觀 去寫不同的故事 三本我記得 神曲奏界的故事 四色 四色 是 龍爹 pribij呢 是 龍爹天狗 千元啊 那我們最後 des世 先講到 noget mikkoos 故事其實是一個是駕空的世界來的 屬於sf類的作品來的 我正以為是暗黑的sf的故事 我用這位作者,其實是想寫一個I'm High的SF護士 當然我們當然要再討論它裡面的細節內容 但我覺得9S這個故事是編走荷里活電影式的感覺 他的寫作手法是著重電影感 其實這些如果是被動畫公司看中的話應該會很意外 首先講一個問題,其實為什麼這套東西 首先我會覺得它沒有動畫化的潛質 真的嗎? 不是我看的時候就一直看動畫 估計啦,作者其實在構思的戰鬥畫面 他的腦裏應該有一個類似動畫或者電影的印象 其實這套東西有一個致命的弊端 令到它做不到動畫化或者電影化 是一個很理想的效果 為什麼呢? 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在裡面女主角阿魷 他裡面的設定就是說 他是能夠充分利用人體工學 應該叫人體工學 就是不會浪費一滴的能源 他很多時候在這個作品裡面 他表達了很多所謂的不可思議的動作 但是以這些不可思議的動作 我給我一個問題 如果說他一個不浪費任何能源的跑步方法 你會幻想到一個什麼的跑步方法出來? 沒有啊 應該做回普通的跑步方法 只不過他的跑步方法可能會閃了什麼攻擊 那就會變成沒有特色 在我們這些文字描述裡面 我們還可以有一個叫做幻想空間 其實我們幻想不到而已 但是你一做到畫面出來 畫面可能和旁邊那個人跑步 可能慢鏡燒馬 然後有點殘 不知道 不過如果你真是動畫化的時候 你會考慮動畫公司的實力 或者我們回顧故事裡面的物樂說 我們先解釋背景 即是說世界上有一位瘋狂的科學家 就是這個瘋次郎 這個人不顧任何道德層面 但是因為他不顧任何道德層面 他就創作了很多的 叫我們叫超科技的東西出來 在世上沒有其他人做出來 那這些超科技 他牽涉一些 會帶到一些劇情 就是說 那超科技會導致什麼故事發生 就是衍生出來的 即是一集都是有這樣的故事脈絡的 一二集那時候都是單篇故事 大概是第三集開始 就有一個天國之門篇 他就定為三四 然後五六七就是Adam篇 然後八九集就是海星篇 第十集就是終於肯出 然後接下來會出一集的西伯利亞篇 大概是第三集開始 就變成一個有一個主線 叫做稍為有長篇一點的故事 分上下集 他每一篇 其實他有一個段落 但是故事還未完 他就連了下去 他每個故事都會刻意去留一個尾 去接下一個故事 即是他擺了一些伏筆 連著整條主線 即使他每一期都是圍繞一件事來講 但是那幾樣東西會串連 為一個主線 如果我去理解 我不會叫那些做伏筆 我不會叫那些叫支線 支線 因為我伏筆的定義 其實真的是 你是不著迫地去留了這個洞 而到說回這件事的時候 那些人會挑起你 記得那件事 那些才稱為伏筆 而 他有擺一個伏筆 譬如說 封次郎失了中 他在哪裏呢 這些他一開始 那些是支線 我一開始就讓他來聽 他失了中 我覺得一個謎團 也叫做一個伏筆 即是他有一件事 他講了出來 但是未能解釋到 我覺得都叫伏筆 OK 不過可能大家理解不同 而且的確是 因為這個故事 雖然 我不可以叫他群像劇 因為群像劇 應該是每一個角色都一個主角 但這裏不是的 很明顯地是 一男一女 有男主角和女主角 對 有很多主角 但是他有很多配角 而且我感覺到 因為他那麼荷里活 就是第一 那些追求劇力 追求 動作場面 對 動作場面 有足道感的寫法 行文方式是這樣的 內容有很多畫面性 之後再提 但是他還有第二 就是他好角色素造 那方面是很注重 很出色的 我覺得這個優秀的地方 就是 帶到一個 比如說 你說一個名字出來 你會馬上聯想到 他有什麼特徵 那些事情 你會列出來 即是各個角色的能力 那方面 有些地方有漏洞 但至少他個性方面的素材 是非常好的 我覺得 嗯 他一開始的大故事 那個核心 我覺得其實是 沒有一個吸引性 因為其實我一開始看 頭一章 直到就是說 男主角 把秦斗針 嗯 他就跳到海 游泳 游了回到不知哪裏 去到那個位置 其實我覺得 那件事件 做不到懸疑性出來 會不會是因為 他是一個SF的作品 他要帶一些設定 那些東西出來 所以才可以 其實呢 這個就是 衍生了一個問題 這套東西 究竟是不是 硬科學的作品 嗯 因為其實 我先講我的結論 這套東西 其實真的不是硬科學 嗯 因為其實他很多東西 只不過是說 總之我講了有 你就要相信 不是 他聰明的地方 他一開始就講到 有一個人 發明了那些超科技 你不能拼命的 因為你超科技的時候 你沒有其他 即現實世界 沒有這件事的時候 所以 他聰明的地方 是的 但弱點就是 可能創造一個 很絕大的危機 嗯 就是用在這些 超科技的情況之下 包圍這些絕大危機 但是解決方法就是 我給你有更加高的 超科技 那我就可以解決 這件事是沒有劇力的 你不會覺得 危機 你會覺得 作者是否需要你死 或者是否需要你 可以在這個時候 解決到這個危機 即是你不會覺得 因為角色的成長 或者任何的事情 令到你可以解決到這個危機 而是他用超科技的解決 是的 你超科技 我更加超科技 第一就是 他所謂的超科技 其實 他有一個 用超科技 如果大家有印象 就是 勇次王現身的時候 有一個什麼 龜兔賽泡理論 其實是一個 輿論 有一個輿論 講一下龜兔賽泡 他的論調就是 龜先走 兔子要追到龜的時候 首先要走到他的一半 然後龜 兔子走到一半的時候 他會走前一點 所以結論就是 兔子永遠都追不到龜 就是這樣 總之 他所謂的 這個真的是超科技的力場 他有一個 所以就令人接觸不到他 但問題是 其實其他遺產事件 你可能說 D級遺產 C級遺產 他分了級別 那些就是 有些滑地 自圍地 都是靠現有本身的科技 再進一步 他再上一層 就成為了 有那種的遺產 好像你說 視覺毒 那類的東西 其實有這些 光學 現在來說 過量的光學 真的對人太有影響 而他現身就說 影響是去到死的 舉一個例子 講開視覺毒的話 之前 有新聞 就是Pokamon 有一段新聞 就是 有一個畫面 有一個畫面 那些光 閃得很厲害 造成 收看觀眾 他還會產生不舒服的感覺 這個是現實事件 同時的讀像 比較像 他好像更進一步 會令人死亡 這個重點就是 他很多東西 都是把科技 進一步下去 就會成為了遺產 這方面就是 超科學的位置 科學究竟是不是 理論可以上去那個位置 這個就是問題點 這裏 它根本就是現實 你會很容易理解 因為有現實的例子 你會了解那些超科技 雖然它是一個SF的作品 但就不像其他 輕一點 譬如說 它出大技 但你聯想不到那件事 是什麼 我這件事 我和夜行者的想法是不同的 我覺得這套東西裡面 開頭第一集 開始都還可以 因為很多時候 很多東西 未太深入 就是一些超科技 真是你想像不到的一些技術 去到月後 作者寫裡面的東西 無論那個動作 我明白是一個電影感的動作 但很多時候那個電影感的動作 我想我們大家看小說的時候 一定會在腦裡面 會有一個景象出來 我是幻想不到那個景象 我幻想不到的就是一些 所謂的動作 它裡面一些交鋒之間 戰鬥的動作 因為它很多時候 我最簡單說一句 它用的原因就是 用一個不可思議的角度 一個人類沒有辦法能夠達到的速度 你這樣的話 我作為一個人類 我真的是搞不定 你了解不了嗎 我不是一些人質以外的東西 我沒有可能了解到這些東西 你這樣說到的話 我應該是怎樣想像呢 是想像不到 而且見到這些東西 你就會覺得你好像脫了 突然間斷了 脫了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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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段東西 你可能在文字的內容上 你會覺得是 打到天花龍鳳 但是 你給不到那個臨場感 我覺得 真的是在打緊的 所以某程 沒有想像這件事 可能是一個弊病 但我剛剛想提一提 就是可能 我會覺得 會不會是一個所謂的 硬科 就是硬科 就是硬科 我從一個戲的角度來講 我覺得它不是硬科 的意思 第一 因為它是 一個很有 荷里胡適的作品 永遠都沒有硬科 因為硬科 是那些很嚴肅的 把科學設定出來 一定要有很深究 很深究 這個科學設定 跟從這個科學 很深究 也很專注在科學裡面 如何發生整件事 即是我們理解的合理和不合理 但是 我想最大的問題 就是 在這個故事裡面 即是女主角 由於 其實很多時候 都要多回去 解釋 一個遺產 一個科技 或者一個 無論物理也好 或者工學的理論也好 其實它很多時候 是要 解釋這個 首先 因為它去解釋的篇風量不多 其實是多的 其實 如果 你說佔過內容 佔過幅度 其實很多時候 都要是 流於去解釋 因為很多時候 炮雪爆 不是啊 是讀者不明白 因為你作為一個超科技 你不去解釋的話 作者一定不明白你說什麼 你也不可以 輕輕大概就說 他可以做到這樣的事 即是 我很簡單講一句 就是 另一位配角 阿蓮 他用那個叫 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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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遠鏡 好像叮噹那些 因果觀測 因果觀測 即是 他都要去 拿這件事 他都要去解釋 而且其實 在那篇風格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其實 當阿蓮去拿這件事出來的時候 作者都要花費最少兩句 去解釋 究竟這個望遠鏡有什麼 如果我覺得 對比蝙蝠來說 兩句 我覺得算少 但是 你要明白 是一樣道具 你不用解釋 是因為 後面越出越多道具 而 很多時候 道具裏面 有時會添加一些新的功能 即是 強化了 枝葉處理 那些東西 他又要再去解釋 他究竟哪裏強化了 比以前有什麼不同 其實 這個位 如果以電影感來說 其實是歪了 突然說 我打得很激烈 然後突然間 整個菜單出來 哇 他強化了多少 你會覺得是很煩的 在電影來說 不需要 我覺得 我讀完這麼多本 我覺得這個 不是很嚴重的 但我反而覺得很好的電影 當然電影感那方面 因為他用文字出來說 你可能當作是 你看電影的時候 鏡頭就是有兩個角色在中間 說話 然後對白 就是說回那個東西 怎樣用 但其實 又是說回 為什麼不是硬SF 因為科學這樣 只是一個推力 令到怎麼創造那些作品 那些武器 那些出來 而且我們剛剛說到 他不是很深究 在科學裡面 怎樣 那些運作 他只是 based on 一個科學 但是他再加自己的東西 對 他應該會用到現身的科技 其實因為 這是最容易理解的東西 所以他不會很考究科學裡面 那個理論上是可以用到 而只是讓人覺得 有這樣的可能性 也都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 作者聰明的地方 是非常多的 我覺得兩題 其實這個真的 對我來說我覺得 因為始終就是 你太多這些 用超科技的東西 去解讀的東西 很多時候就是 劇本就是 在劇情的推進裡面 我覺得有時候 一些劇力的營造 是靠自身的環境 可以利用到 去做到些什麼 不是 突然之間 你超科技嗎 我有一個更超科技的東西 在你面前擋著你 而現在的劇情走向 其實我有些擔心的 就是我看了九期之後 西伯利亞編 我看了第十期 我看了 我看了第十期 其實我多擔心 他要是一個超科技 去蓋另一個超科技 不是 最近的超科技 一開始第一集 已經出來了 魷魚 魷魚 但是魷魚 都是用回遺產的東西去打的 這個是因為 如果說不用超科技 因為其實他打那些超科技 只有三條路線 第一 就是用回遺產打遺產 第二 用禍神之去打遺產 就是用一個 完全不跟科技沒有關係 就是一個血統的屈肌 人家 金手指 男子角可以自己開 對呀 金手指是打的 不過這個就聯合再討論 第三 其實就是有用 人常人的方法 去挑戰那個科技 例如那個八代 就是 Adam 那個總司令 類似這樣的人 他們說到 有些方法 如何對付 他自己擁有自己擁有的 當然 超科技 對付超科技 是其中一個方法 而葉三透 其實他有 嘗試去做一件事 就好像 用其他配角 作為一個人類血肉之軀 他們有沒有 魷魚這樣的能力 也沒有外掛的禍神之血 沒有金手指 沒有什麼能力 那究竟他什麼 其實很多時候 他會集中 對付人體 因為很多時候 無論八代一 對付馬門的事件 或者是 特種部隊那邊 去對抗一些遺產科技 其實很多時候 他們集中 對付使用者 因為那一條 就算你用多高的超科技 都好 你都只是一個人 我只要對抗到你 那我就可以解決到 這個對手 很多時候 都會有 當然你說 有些解決不到的 就好像在這個 《天國之門》篇的 意片看 沒有人打得死 他已經是 人至以外的 物件 已經不是人了 那個 已經到了 另外一件事 我們可能要講一講 就是 不停地提出外掛的禍神之血 究竟禍神之血是什麼 是一個血統 那一個血統 如果大家看一集的時候 你會有一個很深的 做記事感 《空之境界》 《空之境界》 因為其實 《食死之魔玩》 對 《用小刀》 和《一血統》 和《用小刀》 這些東西 有殺人鬼 這些設定 其實是用得很多 最著名的 可能是月姬 《空之境界》 那些設定 其實這個 都很多人 一開始就說 可以說是罵 這麼像的設定 但到後期 才會覺得 發揮了這個特色 始終我看中的 就是 我不介意 你是像 那些 你發揮得好 那就可以了 其實說真的 這個世界 這個時代 創作的作品 很多時候 那些筋都用光了 基本上 反而 我就不會很關心 它 是不是說 大家近了 相次 我覺得 這個世界的東西 一定有近似 發揮得好 但我發揮層面來說 在《九X》 這個故事舞台裏 其實 《禍神之血》 這個設定 其實是發揮得不好 我會覺得 故事下心 就是 人類本身 去對抗 超科技 但是 有一個不是人類的人 去對抗 超科技 他是人類 但是他開發了 人類未知的領域 其實有個幾尷尬的位置 他在裏面 就是 他說《反尚鬥真》 男主角 他是 離開禍神之血 那時候 他是一個普通人 而他開發了之後 他就是成為了一個 人之以外的存在 其實 你想想 兩樣東西很矛盾 他依然是一個人的身份 但是他都用到人之以外的能力 而他的動作 又是 剛才有說 就是 魷魚的問題 又是說到很不可思議 只是 那股壓力都會壓死你了 壓力? 即是說 那股殺氣 我已經可以殺死你了 即是說 他這個形容他如何強化 你是不是在說 例如 《Magicum》那時候 他會靠恐懼 因為《Magicum》那時候 而最恐怖的就是 他去到後期 我拔一把刀出來 你見不到我把刀 你是不是很害怕 你去到這個位置 其實這樣沒得玩 很多時候 很多的對決 已經不是對決 已經不是 但是 變身就是 你已經害怕了我 我已經贏了你 其實 變成好像有個氣勢 有個霸氣的力場 即是 即是 你只要一變身 其實什麼都解決了 即是 的確是 有時候 人格變了 就不代表你的身體 都變成了 即是 你人格變了 你有殺死的衝動 所以可能令到 你的人打得厲害了 因為你有那個衝動 就發瘋了 所以殺得很厲害 但不代表你的人 都會改變了 所以就變成 變了身 但這個並不是 人格切換裏 應該出現 我想 他那個問題 就會是 他每一次 跟 撤換人格 都會說 跟他兩個人格 越拉越近 很正常的 我覺得個案是 好像剛才鏡花所說的 就是 如果 他是 撤換的時候 他作出一件身體 都會有一些 好像 物質上的變化 也好 即他真的會變成 即是 他好像龍珠的超級殺人 我或是 你發光也好 還是 會粒子化也好 我 不重要 這件事 總之你很肯實 他不是一個人類的區域 去做出這些行為 即是 還不像一個人類外形 即是 變成一個港鐵殺人 那樣的 OK 沒問題 我覺得 他應該要頭髮豎起 穿上黃色 這樣才好 這件事 但是 他做不到這件事出來 就是 他只是一個 我告訴你 他戰鬥力很強 很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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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到任何科技都打他 不用 但是他會失控 這個是一個 他的藥點 他不是說 開金手指之後 完全無敵 他都會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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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 這個角色 應該是 我感覺 9X的故事 想了出來之後 男主角才是後家 他的設定 究竟是怎樣 我感覺 應該是 因為 因為 他禍神輸入裡面 暫時沒有解釋 我不知道他日後會不會解釋 其實他有一個設定 就是 當內在人格 感覺到表面人格 真的會死 他避不到這一招 他就會自己看 表面人格 自己飛出來 但是 他一開始的設定 裡面 他是利用這個 明神尊的 招刀 才會變成 招刀斋 才可以 撤換 人格 然後他後面 就說 原來 就死 他之後的延伸 演讀 就是 只要內在人格 想 他就可以踢開表面人格 走 他有這段情形嗎 因為 其實很多時候 會有影響 就是 斗珍 他拿著刀 都已經 被內在人格 控制著 其實 拔刀的動作 其實不是 表面人格 下意識 而是 內在人格 控制他身體 因為他們 越來越多 這兩個人 越來越接近 才不容易被操控 這是第二期 他躲在 他舊屋 那時候 已經是經常發生這個情況 已經不是說 去到後期 其實 應該想 作者想帶出去 就說 未完全控制到 內在人格 而 這件事 其實 比較奇怪 當然 我明白 劇情是不容許這樣做 如果 假設 這個想法成立 的話 有一個問題 很多時候 當 斗珍見到 魷魚的時候 大家沒有群毛 我不明白為什麼 內在人格 不立即飛出來 打我金 不要說那麼多 有的 如果內在人格 會見到魷魚的時候 經常說 試過一次 然後在孤島篇 是試過一次的 然後 那時候 魷魚已經受了傷 然後 他又說 你都不是一個萬全的狀態 我不跟你打 下次先 這些什麼 這些就叫傲嬌 還叫 男性傲嬌 剛剛說的 人格似乎 這件事 我跟咪後來有討論過 就是跟薯仁說過 講過兩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就是 一個空之境界的例子 第二個例子就是 燈丹靈靈裡面的 阿里路亞的例子 其實如果說殺人衝動 這件事 其實空之境界的合理性 就是 例如 如果你看過 就講到 兩二色之後 一個人格 殺師衝動的人格 就是晚上他被殺人 所以就被排解了 那個殺人衝動 這個比較合理地 是將他 合理化了 那個性格上的表現 然後 其實剛剛說到 就是這個 可能有什麼危險情況 就衝出去就可以了 就像阿里路亞這樣 你跟到靈靈裡面 當有什麼事 阿里路亞表現 就打不開 開頭髮 那是女人格的阿里路亞 就出來打就很厲害了 不是 斗真也試過 當他知道了這件事 他就說 特意站在那裡 看看你出不出來 Stayman 他發動了這個抵力 即是 那條血花 你本來是綠色的 跌到紅色的時候 他自己自己 還要強化自己 真是火事長力 沒錯 所以整體上 其實我覺得 斗真在故事的存在 其實 當然我明白 他是要救女主角 但其實 故事裡面 一大重點 究竟斗真 和魷魚之間 究竟有什麼關係 他們之間 在他上代父母之間 究竟搞了什麼 搞到 故事第九期 柔軟 柔軟 好像必須要和柔軟 打一場大戰 最終都一定要 其實之前已經打過一次 令運的大戰 天國之門 天國之門 應該打過一次 對 天國之門 但是很叫 不是 已經打過一次了 但那次不是真的 很真地 最有缺勢性 那次內在人家 是因為什麼 表面人家 那條臭小子 喝了毒血 不打著 下次再再打過 不是 打過 打過 打過一陣 但接著說 不夠時間了 算了 我們下次再打過 他意思是 最後一個結局 到你死後我亡 一定要打到 一場勝負 那種感覺 他這裏 雖然是要 製造高潮 所以一定要先給這個 氣肉出來 但最後還是 收了 就是你知道 一定要收 你打的 就是你知道 他一定會收火 他一定會 另一個重點就是 很明顯地 就是科學一面 好像金屬木居 魔法金屬木居 科學和魔法的一面 就是 遺產 超科技 就是封到 那一邊 他創出來的 發明 然後真木家 就是說 我神之血 就是靠血統 一來就是 他的血統 二來就是 他的家族 是一個偷鬼狂 情報狂 情報狂 他們兩個 靠 國勢力之中 是國力 但問題在於 禍神之血 其實是一個血統 好像很厲害的東西 但問題在於 超科技 那麼多超科技 又好像經常被超科技打臉 那樣 禍神之血的地位 可以重到哪一個位 令到他增加 制度的對立 劇情到現在 都沒有做到 這個感覺 有這麼厲害的 或者其實 他不是一定要對立 為什麼這樣說 我會這樣看 就是 大家會覺得 禍神之血好像很弱 首先我想 始終禍神之血 數到現在為止 故事裏面 只有三個人 有一個人死了 就是 就是 阿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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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想殺一些有價值的目標,他不是想亂殺人的 通界經常亂殺那麼多,在糾爭就來暈倒的時候,他應該是最可以控制到糾爭的情況 他不去做,每次都是 因為為故事,因為為故事就是,這個位置不可以讓他覺醒,一覺醒的話就打死他們了 所以就不覺醒,會令到神書好像很飄忽,其實一點都不厲害 蠻壞的說話,那群人在他暈倒的時候,痛他得多,就是這樣 其實他營造出來的感覺都是這樣的,他是飄忽的 他說到鬥爭是表面人格和女人格,互相有一個矛盾 但他怎麼營造出來的就是因為劇情上需要,所以就有一個設定 感覺到他好像沒有其他科學性的東西,沒有感情限制之下的東西那麼厲害 還有他又不能解釋得太多,因為始終叫做什麼 這個是屬於故事主,一個很重要的復伯 他就是叫復伯 我不知道是不是復伯,總之他這樣設定 即他們無論男主角糾爭的爸爸,不助,還是封島勇次郎 他們都好像很強調就是,我神之夜其實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當然啦,要輕視他的人一定會輕視他,然後就被人打臉 每次都很輕視他,這個人不用理他了,我只抓了女主角就夠了 然後就被男主角英雄救命,其實套路每次都是這樣 其實也是很電影的,荷里活片的格式都是類似一種 就是男主角英雄救命那些東西 但是他又不是每次都是這樣 譬如說,我其實最欣賞這本9X的時候是什麼呢 就是說他有一些多集團式的戰鬥 譬如說,他講到天國之門編,他講到有一幕有七個勢力 他七個勢力都講得足的戰鬥畫面,我覺得是這樣的 譬如說,他分鏡的方面,我們留下一次 還有其他配角一起討論,我們下次回來 配角一起討論,我們下次回來 配角一起討論,我們下次回來 配角一起討論,我們下次回來